我们知道复活节起码有三个意义 第一个就是要纪念主的复活 主的十字架复活 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 耶稣为我们的罪 使在十字架上留下祂的宝血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 要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是说 成了 而成了希腊文的意思 就叫做是全额复青啊 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为我们罪而死 涂抹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耶稣因为我们都全额复青 第二呢我们要见证复活的主 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复活的能力 所以做见证是复活节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我们都应该起来 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能力 在你身上的改变 在你家庭的改变 在你事业 在你人生的改变 每一次我们讲见证 不只是鼓励别人 也是鼓励我们自己 第三 非常的重要的 今天我们要 仰望复活的主 撒旦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所以我们需要实时仰望复活的主 从主得着能力 好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艰难跟苦难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需要天天借着祷告 知取主复活的大能 当我们个人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把神的能力丰富带进我们个人 我们在家庭祷告就是让神的丰盛进入我们的家 我们在职场祷告就是 知取上帝的智慧恩典在我们的工作的里面 好不好 弟兄姊妹 在这个复活节的里面 我们除了欢庆外 最重要的你要继续知取耶稣复活的大能